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视新闻感批,我是钟普敏 销委会日前公开点名 谴责7间位于铜锣湾和旺角的药房 指其销售手法极为恶劣 头7个月已接获127宗投诉 涉及金额达到150万 当中只有35宗成功调解 销委会的角色是做和事佬进行调解 要求药房接受退货、退钱 但调解率只有三成 成效这么低,销委会最终才决定要严重药房 他们的方法是点名谴责 销委会主席黄玉山说 调解成功比率这么低 是因为理解游客少、铺租贵 药房经营困难才会停而走险 所以就算被投诉都不愿意退钱 部分药房更加摆出宣传登商 标榜药品免税 誤导旅客以为那间店铺卖的货品比较便宜 其实商品说明条例也有说 誤导的字眼应受规管 来保障消费者 不过其实有留意的都知道 香港买的药品是不会收税项 所以不想被人骗 首先自己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不过巧不怕救最紧要受 黑心药房最常用的骗人手法 就是多数以口头交代单位和价钱 究竟是跟还是两 可以前言不对后语 黄玉山建议业界可以用手写报价单 白纸黑字 要追究起来都可以有根有据 不过这一招其实只是对因食的商人有用 如果有心骗你的话 写都可以写得不清不错 或者可以用一些用刷家刷得掉的原子笔来书写 销委会谴责之后 药房依然继续运作 继续行骗 就算有记者上门采访 营业员都是面无巨色 什么都说不知 接着改头换面 换过第二间铺 第二个铺名又继续行骗 归根究底都是因为萧委会是没有牙老虎 只可以劝解 没有执法能力 没有阻害性 最终只可以转介给海关 为什么药房的销售手法这么恶劣 又涉欺诈成份 持续发生了这么久都没有成功检控呢? 黄玉山与其帮骗徒想起藉口 不如认真建议政府 赋予萧委会执法权力 迅速将骗徒承之于法 现在骗徒还是继续打开门口 光明正大地做骗人生意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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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